实验4G4 欧姆定律 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许多电器设备都有电阻的装置 若我们想要测量导体的电阻,应该如何进行呢? 我知道!导体的电阻和其两端的电压与通过的电流有关 我们来实验看看吧! 根据前述的情境题提出问题 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和通过它的电流会有什么关系呢? 形成假设 我的假设是当电阻器两端的电压越大 则此时通过电阻器的电流越大 变音设定 操纵变音是电压,控制变音是电阻,而因变变音是电流 如果想了解电阻器两端的电压与通过它的电流之间的关系,要如何进行实验来探讨呢? 你认为测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和电流要用什么仪器呢? 测量电压我需要伏特计,测量电流我需要毫安培计,在纪录部汇出各自的电路图 你认为下列哪一个实验计划可以验证你的假设? 在纪录部勾选你选用的实验计划 我要用一到三个电池测量不同电压时,通过电阻器的电流大小 实验器材 实验需要的器材有这些,要确认所有器材都有准备哦 实验步骤 规划可同时测量经过电阻器的电压与电流之电路方式 这是我规划的电路 把电路图和导线连接方式绘制在纪录部中 依照步骤一,接好电路后按下开关 把浮特计和毫安培计的数值记录在活动纪录部上 拉起开关 调整器材使电路的电压增加,并重复步骤二 同样把浮特计和毫安培计的数值记录在活动纪录部上 拉起开关 继续增加电压 接通电路后,进入浮特计和毫安培计的数值 要如何增加电压呢? 增加串联的电池个数就可以增加电压了 将电阻器的实验结果,绘制成电压与电流关系图,并求出电阻器的电阻 可以发现,接一到三个电池球出的电阻都差不多耶 大约是110欧亩 把结果记录在活动纪录部上 使用三用电表测量电阻器的电阻 把结果记录在活动纪录部上 分析结果 一,由步骤四 可以看出电阻器两端的电压与通过电阻器电流间有何关系 电阻器两端的电压V与通过电阻器的电流I比值固定 即电压与电流成正比关系 二,两种连接电路的方式 哪一种与你所设计的电路图一样 你认为这两种连接方式所测量出来的电阻是否有差异? 为什么? 我设计的电路图与甲一样 两种方式测出的电阻有差异 电路甲测出的电压恰为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值 但电流值会包含流经伏特剂的电流而偏大 所以电阻值会较小 电路已测出的电流恰为流经电阻器的电流值 但电压值会包含毫安培计两端的电压而偏大 所以电阻值会较大 3.使用三用电表实际测量出的电阻值和步骤4的实验结果是否相同? 若不同,可能的原因为何? 不相同 步骤4会因电路连接方式所导致电流或电压测量值的误差 实验结论 根据实验结果,此实验的结论为何? 当电阻器两端的电压越大时 通过电阻器的电流也越大 可知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和通过电阻器的电流成正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